7月11日 中学的学生已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16枚 王淳记从小学习围棋和奥数结缘纯属偶然 小学三年级获得围棋业余五段后 王淳记暂停了围棋课 把学习的重心转移到了奥数上 此后王淳记只有奥数一门课外班 并且每周只上一次课 家长表示数量再经不再多 把每一节课学透了才有效果 也是效率最高 最节约实践的方式 培养和引导孩子的兴趣 比多上一节课更重要 王淳记爸爸认为 最重要的是兴趣 兴趣可以激发动力 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可以增强创造力 也可以提高自信心 正是由于对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王淳记更加主动地去学习数学 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探索数学的奥秘 初中阶段 王淳记虽然没有参加过奥数相关的比赛 但一直坚持学习奥数 高中考入上海中学后 王淳记参加了全国数学联赛 CMO等数学竞赛 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2022年的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决赛 他获得了一等奖 并进入国家队 并且在入选国家队中的名单中 最终排名第一 孙起奥从小酷爱数学 小学就读于上海市金安区 扎北实验小学 这是一所公办小学 小学三年级时 他在没有经过相关系统学习的情况下 被选进了学校的奥数兴趣社团 初中进入市北初级中学里科班就读 中考作为数学兼字生 进入上海中学 在2021年12月的全国数学竞赛中 当时还在读高一的孙起奥表现优异 入选了EMO国家队 今年3月底 孙起奥再次入选2023年第64届EMO国家队 7月斩获了第64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EMO金牌 今年在日本签业举办的第64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简称EMO 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比赛 总计有114个国家及地区参加 参赛选手共618位 其中男性选手551位 女性选手67位 是历年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比赛 今年美国队派出了堪称近10年的最强阵容 6名选手全是华裔 其中包括了几14岁Alexander Wyn 去年的第二名韩国队 东道主日本 以及英国 越南等同样阵容强大 所有队伍都瞄准了一个目标 中国队 过去三年里 中国队一直霸占着团队总分第一的宝座 并创造了两次唯一满分 以及2022年6名选手全部满分的傲人成绩 但因为一直是线上参赛 所以有一小部分人质疑 线上比赛不需要选手调整时差 适应环境 实物 讨厌选手临场心态 等到了线下参赛 中国队就完蛋了 时隔三年再次线下参赛 中国队是否能再次未免 中国队继续用高分 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240分 再次获得团队总分第一名 其中王淳记和来自浙江省朱基市 海量高级中学的史浩家两位同学 拿下满分金牌 中国队也打破了之前 自己保持的2008至2011年 连续4年总分第一的记录 2019年至2023年已是五连贯 这也是自1989年 中国队首次取得团体第一之后的 第24次第一 中国队至今已经取得180枚金牌 36枚银牌 6枚铜牌 一某金牌分数线是32分 银牌分数线是25分 铜牌分数线是18分 中国队以6块金牌240分的总分 领先第二名美国队18分 团队总分第二到第五名 分别是美国222分 韩国215分 罗马尼亚208分 日本181分 中国队在打破纪录的同时 一某组委会也正式宣布 2026年的一某将在中国上海举办 中国人薪金没数线是12分的 同时 也希望每一年都要在中国上海举办 中心做一个 中心的一等于 中心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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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做一个